最有型的刘牧收藏20年了 10月底就开始养三角莫斯 天然茂盛色泽艳丽的水草 主角莫斯树闪亮登场 把细沙整理一下 还有下棋的老人造景的主题就呈现出来咯 终景的秋枣刘牧变成配角 三角莫斯树的噩梦就是会长丝枣 虚青除掉不然就变成丝枣树了 漂亮的水草加上有主题的素材 水草钢就升级成工艺品 观赏价值加倍 我们的生态水草钢可以永续漂亮 关注我并点赞分享更多水草钢的影片哦